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93集 一群顽固小混混举着执刀向范贤等人冲来 一声呼哨声响起 从长街两旁的民宅之上跃下了几个黑衣人 冲进了那群权贵子弟的队伍中间 煞时间将这些顽固的队伍冲得散了 起年小组的人毕竟是常年工作的探子 出手很有分寸 只是向着对方的马蹄招呼 一时间那些少年们便纷纷落下马来 但让范贤一行人感到有些惊讶的是 这些少年居然没有跌跺于地 而是有些狼狈的站到了地上 看来这些国公府上对于下一代的武力教育还是比较有成效 我擦你妈的 给我砍了他们 领头的那位少年不过十四岁左右的年纪 眉眼间却竟是一片凶悍 看见对方忽然多了几个人 却是根本不惧 他们这些少年在京都横行久了 哪里怕过人来 手里拿着刀 就往身边最近的一位黑衣人身上砍了过去 刀势近尾 阴险狠辣 这名范贤的下属知道 这些少年的尊贵身份 看见对方胸腹处打开 却是一时不敢递刀过去 明明对方年纪如此小 怎么却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呢 他侧身一臂 却左肩一梁 被划了一道斜口子 那少年狂妄地笑道 哼 这些人知道咱们的身份 不敢怎么地 兄弟们 尽情地杀吧 这些少年们人数众多 就算是大象也 经不住蚂蚁馋 更何况 企年小组里的这些人都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方便下重手 而少年们却是横行街头惯了 心知朝廷的这些人 看在自己的爷爷们的面子上 根本不敢对自己下死手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 用同归于尽的搞法 而且自身颇有实力 一时间竟是搞得企年小组 手忙脚乱 虽然也有些少年被企年小组的人打晕了 倒在了地上 但是两方基本上还是个军事 刀剑之声 枪枪作响 在这夜色笼罩的长街之上响着 直着火把的下人们也靠拢了过来 唯有光明 脸上带着鄙夷的神色 根本不这么担心 马车里的范贤 看着这一幕 面色渐渐的沉了下来 他知道企年小组身为自己的贴身侍卫 就算武力不如高达那批虎卫 但对付这些权贵少年还是绰绰有余 只是这些监察院的官员 终究还是服务朝廷久了 对上这些搞日的游侠 有些放不开手脚 虽然明知道下属们是怕为自己惹麻烦 企年小组就算是拼着自己死 也不可能让这些少年真的动自己一根手指头 但看着自己的亲信打得如此窝囊 而那些少年如此嚣张 他心里十分不爽力 就像是前世的时候 米兰被利物谱翻盘的时候的窝囊感觉一样 扯淡 范贤走下马车 有些恼火的骂了一句 声音里夹杂着他如今霸道至极的真气 传遍了长街之上的战场 被分割成起处的战团 背着一鹤鹤的暂时停止 企年小组的成员趁着这个机会 推到了马车旁边 不过是初一遭逢 便已经有两个人挂了财 鲜血从他们的身上流了下来 一方面是企年小组不敢下手太狠 一方面呢 也是那些少年们下手太狠辣的缘故 竟是刀刀朝着要命的地方在通 范贤看着自己的下属 脸上浮现出一丝无畏的神色 和北齐人打仗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们这么无用啊 下手们惭愧的低着头 胸膛不停的起伏着 心里好生不服气 心想这些小兔崽子 哪里是自己的对手啊 只是 他娘的 这些小兔崽子下手太狠 自己又不可能真的将 这些国公的孙子们亲手宰了 打起来自然吃亏 邓紫月此时也下了马车 铁青着一张脸 望着外围逼得越来越近的少年 那些少年们正在嚣张的大笑着 提着带血的执刀 像看着引颈救路的小鸡仔一样 看着马车周边的这些人 大人 对方的身份有些 请放心 我们一定能图理得好 邓紫月看着范贤 越来越难看的脸 沉深地解释道 范贤气急返效 什么身份 我只知道 这是一群拦路的小贼 居然还搞得自己受了伤 传出去不得被人笑死吗 喂 那小子 你们说什么呢 领头的权贵少年 已经骑马逼近了马车 眉宇间的那丝力气 更加明显了 把你车里的那姑娘交出来 再让你这些没用的手下 自断一根胳膊 小爷我今天呢 就放你一马 范贤看了他一眼 又转过头来 那位权贵少年 阴策地说道 你这个小白脸 说你呢 快把人交出来 居然敢和抱月楼作对 想怎么死呢 要不要尝试一下 咱们新进发明的巨棒之行啊 这话里 明显带着银血和侮辱的意味 那些面带骄横的少年们 齐声哄笑了起来 范贤是理都不理少年口中 那一串的惊叹 瞇着眼 看着自己的这些狭属 继续说道 只要是敌人 出手就要狠 不管是外面的敌人 还是里面的敌人 这个道理 难道你们以前没有学过吗 是不是觉得跟着我很轻松 所以全还给了老伯子了 见马车前的这位年轻公子哥 不理会自己的问话 那位权贵少年气得不善 怒上心头 浑然忘了抱月楼交代的事情 口里说着脏话 一马鞭就向范贤的头上抽了过来 二人相聚还有些远 但马鞭不过数尺长 咱们也抽不到范贤的头上 应该只是坐视恐吓罢了 范贤的眼瞳里闪过那丝边影 闪过一丝冰冷的颜色 然后抬起了左手 啊的一声惨叫 划破了夜空 那名权贵少年的马鞭 早已跌落到了地上 抱着自己的手腕 痛得嚎叫了起来 一只黑色的弩剑 竟是如鬼魂一般射出 声声刺穿了他的手掌 鲜血滴答滴答的顺着那名少年的手掌往下低着 四周的少年们都傻了眼 天哪 对方居然敢用弩剑 对方居然敢用弩剑是自己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这些人的身份吗 这些少年们虽然平日里为非作歹 手下都曾经闹过人命 对于生命缺乏应有的尊重 可以说是天性凉薄 但真正遇见有人敢用这种致命的武器伤害自己 却还是头一遭 不免在惊恶之余生出了些许的力恨之气 此时场间众人再妄想犯行的眼神 显得无比怪异 似乎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大人 邓紫月也是一惊 生怕提斯大人动起怒来 将场中这群小兔崽子们全杀了 如果真闹出这般颇天大的事情 为了清国朝廷以及军方的安稳 提斯大人再如何受圣宠 只怕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范贤缓缓收回自己的左手 松开了扣在饥黄枝上的手指 扫射了四周少年一眼 没有回答邓紫月的话 淡淡的目光在这些少年的脸上浮过一遍 他发现这些人年纪确实很小 最小的甚至不过才将将十岁左右 稚嫩的面容里加着凶残 虽然凶残 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难怪七年小组的人刚才下手会如此的迟缓 他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自己胸中的怒气 眯着眼睛 对面前的权贵少年们说道 拦路着死 你们谁还想坐挡在车前的螳螂小胳膊呀 他那几阴三恐怖的黑色弩箭 只是暂时震撼住了这些无法无天的少年星星 不过数息功夫 这些少年眼中的畏惧之色 又开始被胆大包天的暴力之色掩盖 那位重见的权贵少年 夹着哭声嚎叫道 还等什么呀 给我宰了他们 全宰了 拉苍山 填坑去 你杀过人吗 范贤忽然偏头 很感兴趣的问了一句 那位权贵少年一阵之后 尖声哭号道 像你这种杂碎 老子一天要杀一个呢 二人对话间 那些少年们已经冲了上来 满脸的亢奋与嗜血 范贤挥手指住属下拔刀 准备砍杀的动作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片嘶喊之中 范贤奇快无比的伸出右手 扼住了迎面一刀那位少年的手腕 手指用力咔嚓一声 那少年的顽骨被捏碎了 惨嚎着捂着手腕倒在了地上 一侧身 退入另一个少年的怀中 手巧妙的搭在了对方的小臂上 以自己的肩膀为支点往下一摁 嘎吱一声退下 就像沾了糖浆的红结一般 这只柔弱的小胳膊从中断了 一个漂亮的回旋梯 却极阴险地将腿放低了一尺 正好横扫在一位满脸阴狠之色 扑来的少年妖间 这一脚的力量极大 估摸着这位喷血而飞的少年 至少要在家里躺几个月 往前踏了一步 左手一立 看在来袭之人的颈部 那个人门哼都没有发出一声 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范贤就像一只游魂一般 行走在这些如狼似虎 满脸狠立的少年之间 肩火一出手便会让一人躺下 承接之上 只能听得见一声接着一声的骨折之声 咔咔咔咔 中少年轻蔑而无耻的叫骂声 已经没有了 一股子恐怖的气氛 随着场中人倒得越来越多 而逐渐向外蔓延着 最外围的有几个少年 已经开始偷偷往长街尽头溜走 咔咔咔咔 像是在打羹 这个世界上没有阎王 但少年们还是觉得 这些骨折的声音 就像是在索命的小滚 在无情而冷漠地敲打着耕鼓 石产丽蒙着眼睛连连摇头 不忍去看这一幕 三文姑娘却是咬着下唇 看着范提斯冷静地出手 心中十分兴奋 她知道这些少年们 曾经做过什么事 知道这些少年们 不知道害苦了多少的京都百姓 看似很久的时间 其实只是片刻功夫 除了那些逃走的少年 剩下的都被范贤用重手法 断了骨头 凄惨地卧倒在地上 直到此时 哎呦连连的惨呼声 才响了起来 范贤看着脚边那些流着血 捧着断肢 再也狠不起来的少年们 有些欣慰地揉了揉刚刚 活动开的手腕 看来小时候 跟费介先生学的人体构造 还没有完全丢下 然后她对邓子月 很严肃认真的交代道 以后这种情况 别再让我出手了 真丢不起这人 她走到看似领头的 那位权贵少年面前 温和笑着问道 你是谁家的 这个少年果然够狠 手上还穿着一支弩箭 而且眼瞧着范贤的阴森手段 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反而恶狠狠地说道 有种你他们就杀了我呀 不然你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范贤笑着摇了摇手指头 第一 我不会杀你 第二 满门抄斩这种话不能乱说 只有陛下才有资格说这种话 如果你下次再说这种话 说不定你家就可能被满门抄斩了 他没有兴趣再问这个满脸厉怪之气的权贵少年 挥挥手是一车夫将马车开了过来 这时候啊 远远在街头打着火把 为自家小主子们助威 聊当麻木看客的下人们 才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这些下人们见此场景啊 哪里还敢对这辆马车如何呀 只是在众多的伤员里寻到自家的主子 用一种大黑狗般的眼睛 看着那辆缓缓行过的 没有任何标记的马车 此时范贤一行人已经上了马车 受伤的两名下属羞愧万分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马车之上 范贤闭着眼睛养神 就像刚才没有出手一般 马车里其他的人见他沉默自然也不敢开口 忽然间 范贤睁开双眼 轻声说道 这事有古怪 为了一个妓院 怎么可能使唤得动这些嗜血的小兔崽子呢 邓紫月问道 打伤了这么多国公家的小爷们 要不要准备一下 毕竟大人的身份瞒不了多少人 范贤看了他一眼 靠近的大街绕了几个弯 街旁的民宅上忽然发出一声虽然尖锐却并不响亮的声音 邓紫月回过头来 报告道 后面跟少的几个家丁 已经被打晕了 一路通场 范贤苦笑着点点头 说道 说来奇怪 你们虽然是王启年亲自挑的人 但屡历我仔细看过 跟踪丁梢 演技样样在行 怎么就动起手来 却全然没有监察院应有的威风呢 邓紫月惭愧地解释道 大人 小组里的成员 大部分是一处和二处的老人 王大人最擅长的就是跟踪之计 所以他挑的我们 基本上也是侧重于这个方面 他想了想 忽然正色说道 大人 今天的事情 居然还要劳烦您亲自出手 实在是属下的失职 不过 请大人从六处调些人手 那是院里正宗的刺客护卫 北行的路上 你也瞧过他们的能力 在武力方面 实在比我们强很多呀 范贤摇摇头 没有说什么 他实在是有些处 和那位影子打交道 偶尔去看陈平平的时候 曾经遇见过那位影子刺客现身 虽然对方一直沉默着 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这位监察院六处的正牌头目 对于自己这个曾经受血于武竹大人的家伙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啊 肯定不是断袖之类 而是很想与自己打一架的兴趣 所以他有些隐隐害怕与六处打交道 而且论其武力来说 父亲暗中训练的虎卫 似乎比六处的剑手实力更加强横 依照严冰云的推断 自己再过些日子 就应该得到这批虎卫 所以并不着急 将暴月楼的所有不法事都查出来 他轻声下了命令 邓紫月悚然一惊 接着请示道 那他们背后的东家 范贤想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 既然院子里在为他们打掩护 我们先打外围好了 先把暴月楼封了 那个人自然会急的 其实他隐隐猜测 这座日进陡金的青楼 一定与世子李洪承托不了干系 首先是桑文说 暴月楼的大娘姓袁 其次就是能够驶动 这些国公府的小崽子们 而且静王世子 与弱弱的婚事早已传遍天下 如果说二殿下那方面 借此发挥 用自己的名义去压制监察院 也是一种可能的事情 想到对方可能是在利用这件事情 范贤心头怒气渐身 虽然他是在着手破坏这门婚事 但依然不允许有人利用自己 以及妹妹的名义 好好的一次公款嫖娼 最后仍然是毫无新意的 变成了查案与争斗 范贤不免有些恼火 看了一眼安静乖巧的 坐在旁边的桑文姑娘 说道 我让人送你去城外避雨 等案子结束之后再回来 不过你先写分东西 将你知道的事情都列个条陈 通过与桑文的一番对话 他知道这位姑娘心思缜密 调理清楚 对于抱月楼的事情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 邓子越不了解范贤对付抱月楼的良苦用心 纯粹以为大人只是要出今夜的闷气 只是见货查一下监察院内部有谁在为对方打掩护 石产利呢 想得多一些 看了一眼门尸 得到了对方的点头之后 这才当着桑文的面说道 大人 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木铁呢 他毕竟是一处的代管头目 您不在京都的这段时间 正是抱月楼兴起的时间 他既然提醒了您 应该知道一些内幕 范贤闭着眼睛 摇了摇头 木铁之所以只提醒 而不全部说清楚 那这件事情就一定与我 或者与我家有关联 他能掌握着分寸说一声 就足够了 我没有必要把他拖到这件事情里来 而且 这么件小事情 如果我自己都搞不定 以后怎么再观察上立足啊 马车里陷入了沉默之中 气氛有些诡异 毕竟先前众人才看见范贤如油魂一般的狠辣出手 此时再看这位面带温柔笑容的大人 感觉总会有些异样 范贤的武器自从去年牛栏山遗事之后 便渐为世人所知 但真正看过他出手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因为那些人基本上都死了 所以像今天这种场景 实在是件很稀罕的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言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